你们都知道 它是先帝的骨肉 它是从我身上 掉下来的骨肉 它可能说话事晚一点 可是 立敌立着 本来就应该是它 如果不到最后时刻 断然不能把它换掉 它就是个傻子 是啊 是谁说的 是谁说的 给我出来 太后 今天六部议政 先听下大家的意见 六部的意见 我已经听到了 他们是在说我的孩子 这个国家的皇上是个傻子 太后 你看 六部九卿大臣们都在 有些话缓一缓再说 还是能斡旋的 不必斡旋了 不必斡旋了 若这孩子真是个傻子 那也是我对不起先帝 我对不起 要不 我想去训她便是 太后 大家都在 注意礼仪啊 若是你啊 前世的罪孽 让你 你现在被人嘲笑 那我宁愿去死 我知道你现在已经可以说话 你已经可以跑了 你跟娘说话 你跟你的王朝 跟他臣子 说句话 站到那个塔阶上去 告诉他们你是谁 站起来 站起来 别过来 别过来 站起来 自己站起来 站起来 妈妈 我 太后 太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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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